1月9日,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举行联合记者会 宣布两国将正式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除自贸协定外,新加坡和土耳其也将在经济、金融和反空领域加强合作 两国领导人同意,两国财政部将定期对话、探讨宏观经济发展、多边合作以及长期融资等方面的合作 根据新加坡官方数据,新加坡和土耳其的双边贸易额2007年开始超过10亿新元 2012年达到14.6亿新元